一瓶啊 我原生的名字 用旅程來做法庭 没有任何一个人 你去一条去法庭 死命的地方 你可以做的是什么 我可以改变我生命的宽度 台南省道上 这台黑漫漫的三年车 满满白色的签名 很吸睛 人称米旁的陈汉宗 正骑着他环岛做工艺 很难相信两年前的十一月 他被医生宣判 得到脑血管瘤 只剩两年生命 头发中心 靠近脑干的地方 他说这差不多两年了 上天安排不快 我们就先去面对 幸好天宫疼狂忙 时间到了人海安在 回首六年前的他 是这样超级网跳跳 一本 好帥 太熟了 当年程翰宗靠电影《本丽康》 成为台湾第一位街头艺人 可如今他坚持燃烧生命环岛 要把《本丽康》这个夕阳产月 让更多人看见 这一天虽然天空不作美 他入境台南南昆社的大庙 刚好躲雨兼表演 很浪漫 这样给他用得很浪漫感到 二十二岁的老三年车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侧边一整排喇叭 中间一桶桶则是麦芽糖 油跟砂糖 而靠近自己则是粉丽康的地方 东西就定位先点火加热 路火上这个外形奇怪的东西 就是俗称《本丽康》的压力锅 得先预热 然后放入百米跟食用油 陈翰宗帅气用铁棒锁紧《本丽康》 让米粒在里头转动 加压加热 加热同时得赶快用另一个炉子 把麦芽糖跟砂糖煮成糖浆 美味要靠时间来熟成 十多分钟之后 终于来到泵米粒最高潮时刻 泵米粒 只见米粒疼于嫁悟 但他很抱歉 因为顾着聊天炒回答 对啊 有时候泵在这炒车 自己也笑一笑 很久没有泵炒车 太久没有泵炒车的怀念 其实米粒他最怀念的是 泵米粒里头有他对阿公的思念 隔代将有的他 从小在彰化给阿公带 小二时阿公不幸罹患了食道癌 临终前最想吃的就是泵米粒 但吃了一口就嫌不好吃 我很纳闷 因为我阿公是一个 新鲍式的做餐人 他不会 他不会给你去蜆 他不会给你去蜆 但是为什么你这样泵 他会这样吃一口 你会这样吃一口 谢谢大家